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have one funny experience 我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们说 有点像秘密一样 亚洲人一般都比较着重在色运 他们更执着于外在的各种象状 而在美国的那一边的人呢 他们更多着重跟随的是感觉 对他们来说感觉是最重要的 当他们问问题时 我觉得呢 他们总是讲 我觉得怎么样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我的感受是这样 总是这么讲 在亚洲 这看起来像这样 那看起来像那样 好像更着重在色相上 我的房子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的家庭又是怎么怎么样 那在欧洲人呢 他们更多的是响韵 他们问的问题时会想 我怎么想 我怎么认为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所以当他们提问的时候 总是从我认为呢 我这么想呢 从这一个部分开始 在美国的人他们会说 我怎么觉得 亚洲人是说 这个看起来是怎么样 OK 如果这问题是你 如果这也是你的问题的话 那你很抱歉 最后是意识 第六识意识 这种色受想行呢 它都是属于 有关于我们意识 对不起 应该说是受想行 这三个呢 是更着重在这个心意识上的 六识呢 它没有很多的批判分别 你只是知道外境 仅只是这样 我们有个例子 我们有个例子 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眼睛 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眼睛 它看每一件事是很清楚的 但没办法形容 没办法说 而这个心的意识 这个风猴子的心呢 它有着这五十亿种不同的心锁 它有着这五十亿种不同的心锁 没有眼睛 它没有眼睛 看不到 但讲得很多 你说什么 你不好 你不好 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的意识的情况 再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 这朵花 你的眼睛看到这朵花 就这样 你的眼是 但它没有办法说 这是好还是坏 但是你的心的意识 它会说什么呢 这朵花从哪来的呢 这蛮好的 我很喜欢 它多少钱呢 再另外一个例子 当我在这里讲课时 你的耳识会听到教学 如果你的心理的意识 并没有专注在我所说的 我所教学的上面的话 你只不过来这儿 然后你不管它说什么 然后你只是在想明天 那个乐透彩卷的开奖 你会想 我来的路上买了一张乐透彩卷 我可能明天要去看一下 我会不会中奖 你会想说 我买了个瓜瓜乐 我希望明天能中奖 我就能够得到点钱 或者你也想 在这个无聊的课程之后呢 我就要马上去喝一杯珍珠奶茶 所以即便你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 然后完成了这堂课 然后有人问你 他说了什么呀 你会说什么 听不懂 我听不懂 那就表示你的耳识仍然能听到 可是却没有意识地去做分别了 所以我们的六世呢 就好像他并没有在做分别 所以这里说到 你必须要对一切的现象去练习空性 而这一切的现象是什么呢 我们称就叫做这个六种 叫做六种差别事物 所以在心经里面讲到事故 空中无色 无瘦 想行事 无眼耳 鼻舌 生意 OK 所以各位明白吗 平时我们一再地会念这个心经很多遍 所以从现在起 当你再念这个心经时呢 你要去试着想心经的意思 然后 那这就会更有好处利益了 OK 那再讲到第二部分 那再讲到第二部分 也就是处 它有十二个 我们称十二处 所以这个处呢 是指那些 对那些人呢 比较着重在各种色相的 就好像我们一样 OK OK Total Total is Total 所以它总归有十二种 也就是眼耳鼻舌 生意 也就是外在六成 也就是色身香味触发 比如说你的眼睛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色 你无法看到声音 你无法看到味道 也没有长的味道 没有感触 对不对 你眼睛能看到什么呢 你只能看到两种东西 没有很多 只有两种 一个是色相形状 一个是颜色 这就这样 如果除了形状颜色之外呢 你就没有概念了 但是佛的眼 它是能够看到声音香味味道的 佛陀的眼呢 它是偏知的 但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的眼睛 而我们的耳朵听到的是声音 耳朵是无法听到色相或味道的 鼻子能闻到味道 但你无法看到色相 无法听到声音 或者是尝到味道 还有以及其他的触觉触受 你都无法感到 你的舌只能闻到味道 你的舌只能闻到味道 你无法看到色相 比如说这样 什么都看不到 还有这个触感 有你的身体的感情 然后最后呢 是心 知到一切 所以说到一切的现象 也就是任何你心的外在对境 我们称这六个呢 就叫做十二处 为什么说它叫十二处 为什么说它叫做十二处呢 也就是你的意识呢 好像是升起跟开启的 那个大门入门一样 所以我们称它为叫十二处 而我们在这里讲到 连这十二处呢 它都是空性的 也就是因为它是说呢 无眼耳鼻舌生意 那就表示是空性的 而又讲到无色身香味出发 所谓的无呢 也就是表示它是空性的 那就表示你的眼睛 没有办法看到色相 你无法看到我的脸 你无法看到我的脸 你可以看到我的脸吗 所以你从哪个地方来看我的脸呢 你看到我的眼睛还是哪里呢 你没有办法全部都看到 你只能是一种非常概略的去看 你无法清楚地全部看到 因为其他会变得模糊 你总是需要专注在一点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平常都大概看眼睛 鼻子的这个中间这个周围 这是我们一般的习惯 我们都是眼睛跟眼睛对看的 但如果你看着是别人的下巴 别人会觉得很奇怪 于是当你看我鼻子时 或者眼睛 眼睛不是我整个脸 所以你其实没有在看我的脸 所以你其实没有在看我的脸 但是你在想我在看他的鼻子 那事实上你也无法看到整个鼻子 你可能看鼻尖 或者是鼻梁 或者是左边右边 但每一个部份都不是整个鼻子 但每一个部份都不是整个鼻子 对不对 如果你想那我其实是看右边的鼻子 但右边这边也有很多个部分 但如果你只看到外在的鼻子皮 你就没有办法看到里面 就像你看到的前面 你就无法看到他的后面跟左边右边 于是前面这个部分 也不是整个鼻子 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鼻子 所以其实你什么都看不到 这在中观里面就有很多的观察思维的修持 所以这种观察的方法就好像是眼睛看到对近时的行为上面 透过整个这个行为去分析 就是你整个眼睛跟这个外境的这个看的行为上去分析 我认为 在这里有一个笑话 有人说这部经典它在造一些很多余的问题 那你竟然说没有眼耳鼻舌声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就没有人就好了 那再讲到十八戒 这是针对那些喜欢色相跟心灵的人对他们来说的 所以总共有十八个 外在六个 外在六个 内在六个 中间也有六个 外在六个是什么 色身相畏触发 内在的六个是什么 也就是六视 眼耳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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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心 这里是指意根 在这里说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所以这里所谓的眼界也就是从眼耳鼻舌生意界 然后一直到这六根 还有这些外在的六成 这些都是空性的 讲完了 这就讲完了 再讲到十二因缘 什么是这十二因缘呢 就是有这六种因缘 十二种因缘 这也表示这一切呢 也都是空性的 所以这里讲到 无无名义无无名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The beginning of true interdependence is ignorant 在十二因缘的一开始是无名 last is all and die 最后是老死 所以 No ignorant 这里讲到没有无名 也许有人会认为所谓的无无名是真的 于是你又落入断见 所以又再讲到也没有无名 No ignorant And from there until No all and die And not not all and die 然后以及呢 一直到没有老死 以及没有没有老死 Ok then next is And this pentatuni is the fourth area of the knowledge 所以这十二因缘呢 是属于这六个差别事物当中的第四个 Now the five one 接下来讲到第五个 Four noble truth 也就是四圣地 The truth of suffering 也就是苦地 Truth of cause of suffering 极地 Truth of cessation 灭地 Truth of path 还有道地 还有道地 There's four noble truth 有这四地 Example of this four noble truth is disease 这四地它的比喻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疾病 疾病的因 健康 健康 以及药 所以这四地的原因就是疾病 苦地呢 就好像是疾病 And the truth of cause of suffering Is like cause of disease 疾病就好像是疾病的因 And truth of cessation Is like healthy body 灭地呢 就好像是健康 一个健康的身体 And the truth of path Is like taking medicine to achieve that healthy 道地就好像是能够使用药物而达到健康。 在这里说的是,即便是四地,它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里说到,没有苦即灭道,也就是无苦即灭道。 那最后再讲到第六个差别事物,也就是处与非处。 这里说的是,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但这以无所得故在藏文里面没有。 所谓的处,也就是有智以及有获得智。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要得到智慧,因为这只是道路。 我们要增长智慧,获得知识,这才能够尽出障碍等等。 但如果我们还执着一个有智慧的话,那也表示,你没有完全了解空性。 于是在这里说,也没有智慧。 在这里说到得,得也就是你要得到一些什么,达到一些什么。 人们会觉得,噢,双萨埃是不好的,那些是空性的。 但是尼瓦娜是真实的,所以我能够得到一些什么。 一般人会想,轮回是不好的,虽然它是空性的,但是我要远离。 而我要去达到一个涅槃或获得涅槃,一般人会这么想。 所以在这里讲到,即便要去得,获得,达到,那也都是空性的。 但有些人会想说,得也是空性的话,那么我是什么时候都要失败的吗? 我没有办法达到任何事情。 没有智慧了。 没有什么可以去达到的。 没有我。 那我该怎么办? 所以在这里又讲到,因此没有没有得。 我又有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我曾经给一个团体讲说空性。 有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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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然后,几天后,那些故事就来到我, 但他的样子变得很害怕的样子。 然后,他还慢慢地走。 然后,他还慢慢地走。 他就说了,几天前你讲到空性,我就很高兴,于是我也在禅修着空性。 但现在,我就有很大的恐惧生起了。 因为,如果说一切都是空性的话,那么这个整个地都是空性的了,地球都是空性的。 那整个地板都是空性的。 然后,他觉得,他会掉下去。 因为没有地了。 所以,我得小心地走。 然后,我问他,那是谁会掉下去呢? 他说,我也是空性的呀。 我说,是呀。 他就放松了一些。 然后,他就回去了。 几天后,他又来找我。 同样的是很害怕的样子。 他说,因为你告诉我说,没有人会掉下去。 我也是空性的,所以我就很高兴去这么修了。 但现在,我有另外一个害怕了。 他就想说,那我是谁呀? 我觉得自己好像都要丢失了一样。 他觉得自己要死了。 他觉得自己要死了。 他一直想着,无我,无我。 然后,自己好像都要不见了,好像要跑到黑洞里去一样。 。 于是他就害怕了。 于是我又问他, 是谁能够不见呢? 因为那也没有所谓的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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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不见。 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失去跟不见。 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钱的话,那么你怎么会说,我丢了钱,没有了钱呢? 对不对? 你就不可能再失去钱了。 因为一开始你就没有钱。 所以既然他一开始是不存在的话,他就也不会有这种不是不存在了。 因为存在跟不存在呢,他是互相的取决、关带的。 所以这种空性呢,他好像也是一种概念。 但是呢,在这背后呢,他其实是超越概念,因为他带着一种智慧。 以及清明。 但那个明呢,他却是超越概念的。 我有,你们也有。 这就是佛性。 你开始要看到你的佛性了。 好,现在这就是佛性的佛性的佛性的佛性。 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这个道的智慧波罗蜜。 这就是佛性的佛性的佛性的佛性。 对一切的外在的一切的现象去练习空性。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整个佛性的佛性的佛性。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整个佛性的佛性的佛性。 整个智慧波罗蜜的结果,也就是佛的智慧波罗蜜。 在这里呢,有两种佛性的佛性的佛性。 一个是短暂的佛性的佛性的佛性。 以及一个究竟的佛性的佛性。 首先讲到的是短暂的佛性的佛性。 那现在我要念一下这个新经了。 随着这里讲到佛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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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性。 所以在这边讲到心无卦碍。 那么也就是表示呢,所谓心的这个卦碍呢,并不是真实的。 因为呢,这边并不讲说只有卦碍。 因为它说的是心无卦碍。 所以表示说呢,这一切的障碍、卦碍呢,都是由你的心所产生的。 所以说到这种障碍跟负障,它不是真的。 什么是这种障碍跟负障呢? 比如说一切这些负面的东西。 Karma。 业力。 Samsara。 轮回。 它显现有这种能所自他的分别。 各种痛苦。 负面的情绪。 还有负面的烦恼情绪。 这些都是属于障碍负障。 这些都是属于障碍负障。 所以你没有恐惧呢,堕入到轮回或地狱。 如果你能了解空性的话。 为什么呢? The samsara is not truly existing. 因为轮回也不是真实存在的。 对你而言。 对你而言。 Samsara is nirvana。 轮回就变成是涅槃了。 Hellroom is nirvana。 地狱也是涅槃。 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地狱的存在。 即便一切的佛,他们集合所有的力量要把你送到地狱,那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你一旦了解,明白了空性,对你来说,就没有地狱的存在。 就是这里有个故事。 在西藏有一个很伟大的禅修者。 他非常的老了。 那他很老的时候,他的肚子都有破的窗。 然后浓血都从肚子的窗上流出来。 他的弟子们问他说,你怎么样呢?他都说我很好。 那他的弟子就请求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治疗呢?或者去请一些其他的大师们为你修一点法呢? 他说,这位大师他说,是没有用的,因为我走的时候到了。 但是他们就一再一再去请求。 他说,OK,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的。 然后他们就邀请了很好的医生来,但是没有用。 然后他们就邀请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师。 那么给这位老师灌顶。 那于是就在灌顶的时候,那这两位老师就有一个一起吃饭的时候。 那于是,这位生病的大师就问另一位上师说,我有一个请求,我对你有一个请求。 我现在已经病了。 我需要你的帮忙。 我很快就要死了。 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那于是那另外一位上师就说,好啊,当然如果我能为你做什么的话,我会尽量的。 但是这另外一位上师心里却想呢,我以为他有很高的证悟呢,结果没想到他也怕死。 因为他既然需要求我的帮助,我想他一定是害怕死亡吧。 于是这个老上师就说呢,我的唯一的希望是,当我死的时候, 所以当我一死,请你帮助我把我送到地狱去。 让我再投身到地狱。 痛苦着。 请你帮我。 于是这另外一位上师很惊讶。 因为其实对这位老上师来说,已经没有地狱的存在。 即便所有的佛都集合起力量来,要把他送到地狱,也都无法做到的。 所以既然佛都做不到的话,所以这位被请来的上师呢,他更不可能做到了。 所以事实上,对那位老上师来说,在他自己的感知里面,已经没有痛苦了。 但是呢,对于大家共同的感知,也就是其他人一种共同的感知里面呢, 还是会看到他有这种老病死的现象。 因此在这边讲到呢,是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颠倒就是表示错误的感知,比如说你觉得有能所自他的分别,这一些都是错误的感知,说是颠倒的。 这里说远离表示你是超越了颠倒。 就近涅槃表示是完全地处理了轮回。 你会能够达到直到成就实地。 这就是一个现前短暂的结果。 然后,最后讲到的是究竟的结果。 最后讲到的是究竟的结果。 这个意思就是你透过修持空性或者说透过修持智慧波罗蜜而成佛。 不只是你。 一切过去的佛。 他们成佛。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禅修波罗蜜。 因为智慧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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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说智慧波罗蜜是一切诸佛之母。 智慧波罗蜜是一切诸佛。 所以说故得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整个心经的主要部分就结束了。 在下面就要讲到它的咒语。 而这个咒语是来自佛的智慧。 故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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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知的意思表示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佛。 他们都是证悟到了智慧波罗蜜的。 现在这个咒语也即是从智慧波罗蜜而产生。 所以这边说它是波罗蜜多是大神咒。 所以因为这个咒语它是来自佛的智慧也就是智慧波罗蜜。 所以说它是大神咒。 它是大明咒是无上咒。 为什么说它是大明咒。 这里说明的是这个咒语它的事业。 是会聚慧波罗蜜的意思。 会聚慧波罗蜜的意思。 会聚慧波罗蜜的意思。 因为能习惹你的悟隐 Gard。 明咒语 臭 混乱输隐。 可以聚慧波罗蜜的。 很把幻虚事与输 。 有自己让人的感觉。 更有毒性与神咒语。 必要稳定一定要取消害。 但是得能取消害。 输隐重的自家、病毒性。 所谓的用之方。 因爲这种大明就代表着好像是一种完成一个心愿的意思 也就表示它是能够尽住我们自他的障碍 增长自己以及一切众生的智慧 那么还有得到富裕 降服疯猴子的心 没有无名没有疾病等等 所以这就代表着这个咒与他的事业跟力量 所以因此说它是大明咒 也就是没有障碍 讲到它是无上咒 它是讲到它的本质 这个咒它不是一般的咒 这个咒它的本质就是佛的智慧 佛他语的智慧 但它显现如同像是一段咒语 一些文字 因为它的本质不属于在轮回 所以我们说它是无上咒 这里讲到的是这咒语它的本质 在讲到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 在这里讲到它的两种圆满 也就是自圆满跟他圆满 什么是自圆满呢 你就是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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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是无等等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轮回里 所以有各种的概念 有着是不是对错 还有轮回跟涅槃等等 不平衡的不平等的概念 然而呢 对于大成就者来说的话 他们能够认识到 其实轮回跟涅槃等等这一切 它都是平等的 这两者是合一的 于是对这些大师们成就者们来说呢 就没有着涅槃跟轮回了 因为这两个已经是合一了 如果你能够完全认知到 轮回跟涅槃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 于是你就能够成佛 于是我们透过念诵这个咒语 就能够成佛 而不只是咒语 应该说是这咒语的意义 所以刚刚讲的是无等等 而下面讲到能处一切苦 是指它圆满 这里表示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这就是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to benefit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by this mantra you will achieve this in the future 因为能够进出一切众生的恶业跟障碍 而在这里你会做各种的事项 那也就是指化身的这个事项 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 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透过持送这个咒语 未来我们就能够达到这样子 能够利益众生 mizunba is not fake because it's not the essence of this mantra is not the relative that's why it's demba and that's why this is 所以这边讲到呢 真实不须顾说波仁波罗蜜多咒 真实不须呢 也就是它并不是假的 它的本质不是属于世俗地的 因此它是真实的 因此呢 我们顾说波仁波罗蜜多咒 theata that's now it's mantra in Tibet we havetheata I think Chinese you don't shantheata ya yes 因为呢 在藏文里面呢 这个咒呢 前面要有三个字叫 theata 但中文没有 I think in Chinese you all translate I think theata de sangthe 吉说咒约 其实就是已经把它翻译过来了 theata的意思就是 吉说咒约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力气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佛教智慧故事 以见证灯天眼第一 佛陆保佑 佛教智慧故事 佛教智慧故事 阿弥陀佛 这位大德可是来礼佛的 是啊是啊 那由老那为大德您讲解一下 礼佛和供佛的意义吧 你快讲吧 大德您请看 佛前所供的灯 这是象征佛心的光明与智慧 燃灯意味着点燃我们内心的自信灯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苦难时 就要能够舍己为人 大德您说对吗 对 那老那再问您讲解礼佛的意义吧 快讲快讲 这礼佛一来是怀念佛陀 二来是提醒我们要以佛陀为榜样 欲试绝而不移 断恶修善 大德不如给佛陀上炷香吧 不了 我今天还有急事 明天再来 祈求佛陀保佑国泰民安 家里一切吉祥 阿弥陀佛 我的妈呀累死我了 大德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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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в客 哎呀 这里佛一来是纪念佛陀 二来是提醒我们要以佛陀为榜样 于是绝而不迷断恶修善 绝而不迷断恶修善 真是的 怎么这个时候想起老和尚的鬼话了 佛前供灯 这是象征佛心的光明与智慧 燃灯意味着点燃我们内心的自信灯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苦难时 就要能够舍己为人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我才没那么傻呢 祈求佛陀保佑国泰民安 家里一切吉祥 别人都拿宝物来这里祈福 我怎么能盗取宝物来满足私欲呢 请求佛陀原谅 请求佛陀原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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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灯功德于未来世中 可得八种可要圣果 分别是 一 获胜肉眼 二 得于圣念 无能测量 三 得于圣上 乃至获得天眼 四 唯能圆满 修集道顾 得不缺戒 五 得智慧圆满 正得涅槃 六 先所作善 得无难处 七 得执诸佛 能为一切众生之眼 八 得为转伦王 所得伦宝 不为他障 其身端正 获为帝氏 得大威力 巨族千眼 八 获为泛王 善之范氏 得大禅定 八 得分地中 九 case